我是林智誠 無極不掛掌 今天是講小插刀 通常我們有一把插刀 怎樣叫插刀呢? 因為主要是來插的 所謂叫做筒 這樣叫做陰把手插為主 另外我們上次講過是羊把手 插刀也是插為主 所以用插刀主要是插為主 因為插的時候有一個力度在前面頂著你 手會向下滑 所以一般好的插刀的護手要大 令你的手不會退得過 以至很吃力地插進去要插的地方 插刀 中文還有一個名稱叫匕首 匕即是劍 劍前面一決 劍手 所以刀和劍其實是互用的 同樣說同樣東西 看看你自己怎樣用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招插刀的技術 叫做搖風擺柳 在前面 在前面 由於手的掌是向兩邊搖 就好像搖風擺柳 搖來搖去柳 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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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所以叫做搖風擺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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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按下按下彈去刺 完成角色的動作 所以叫做搖風擺柳 有這麼多動作 上一些來攻向下面的攻擊 打橫去擋住兩邊的攻擊 搖來搖去 這是搖的動作 在武當的功夫一開手式 會出現把兩邊刺開的劍指 用途是一樣 除了刺之外 也要兩邊刺開 造成搖風擺柳的狀態 假如我們有兩把插刀 就一樣搖 首先舉起兩邊搖 接下來兩邊搖 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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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上 兩邊搖 這就叫做搖風擺柳 這個插刀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插刀營 裡面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一個圈可以綁刀彩 引人注意錯誤的地方之外 還有一個金屬造的護手 所謂short guard 讓你的手很難推上 和別人很難斬得下 卡住了別人的兵器 以至好勢用地抵擋著別人的攻擊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是有肚子中間闊過上面和下面 以至可以變成一個弧形的刀 所以刀和劍的好處同在一起 刀和劍其實分不開 另外還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擋完之後 成為一個刺刀 所以小插刀是非常常用的 一個好的兵器 如果兩把一起用的時候 就可以兩手一起 互相去進行攻擊或者抵擋 另外為什麼我們有插刀 匕首的東西不是單單一個尼封呢 因為通常我們用刀 是指揮向著一個方向攻擊的 所以向著這方向攻擊之下 只是用同一個利刃轉手向另一方攻擊 刀的攻擊方法 劍是怎樣呢 劍有一招叫做崩 如果我們刀是斬、砍、砍、切、割、切割 但是劍更多一式 因為有另一邊的利刃 就有反手叫做崩 崩劍或是崩刀 插刀之內就很常用 除了一邊擋一個兵器 另一邊可以反轉手擋另一邊兵器 最初是會呆頓用一邊的利封 因為順著頭腦帶著手向著一邊走 所謂的index knuckles index finger 下面一堆的手指關節 index knuckles 向著一個直線向著對方走 向著要攻擊和抵擋的方向走 這是刀的基本用法 單人的刀是這樣的 但用了雙人的刀或是小劍 或是匕首的做法 就可以倒轉頭 反過這個叫崩 崩的動作 崩劍很常用 所以用小插刀 就要練崩這個技巧 腦袋就突然轉彎 由這一邊的動作 向左一邊的相反動作 所以斷練才會純熟才會快 所以哪一樣要用得著 見仁見智 其實主要是看你練 只要你練得夠 就很不好的動作 都會變成很精妙的動作 各位多多練習 原主祝福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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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